那么下面呢继续 接下来咱要给大家讲解一下真正的网络通信了 因为在刚刚的时候我说过了 想要让两台电脑之间通过网线直接通信需要有IC 为什么有IP 咱们刚刚说过了原来网络在通信之前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协议是不是来堵制数据了吧 如果你连IP都没有 我记得发给谁 我是不确定的 对吧 那么这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 必须先的咱们刚刚的去了解了解什么是TCF协议 了解完了 回个头来 咱们紧急的再去说这个通信的过程 最简单的网络其实就是有两台电脑直接组成的 就是这么简单 很久之前我第一次买电脑的时候 我有一些东西 我电脑上一些数据都没有 我呢 比方说一些电影一些什么软件都没有 我呢问我老哥要 我说老哥你给我一份吧 我老哥说行 给我给我一份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 哭什么呢 那个U盘呀特别贵 零几年的时候U盘多贵呀 还很小是吧 你买个512兆的那就很大了 U盘 你今天买个28G的才多少钱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说我老哥有一些电影 怎么给我啊 我说考什么时候考完 要不这样吧 他插网线我给你传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家也没有路由器 没有路由器 我怎么办啊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路由器干什么 我老哥呢 就找一个网线给我讨进去了 我估计了哥哥 给我插了进去 说我说行了吗 他不行 我给你射一射 等等那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最最原始的飞格传输的版本 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非常小的 就是你今天的飞格传输 是不是很炫了吧 这样的东西 对吧 很久之前的时候 这个飞格传输 根本就没有这么苦炫的见面 打开了 没有这样的见面 很low 但是呢 能通信 那么从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哦 原来 导咕导咕一些东西 就可以让你的电脑的数据 发到我的电脑上 我从零几年 我就知道了这么个概念 所以说呢 当我在大学里边 在实验室里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的时候 就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最终呢 就像那会儿我给你说的 我们学校 他之所以不想让别人上网 怎么做的呢 首先他给你个账号 有了账号之后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IP 但是这个IP 我可以自己设定了 但是最终没想到 他竟然把Mac地址给绑定了 最终呢 我把Mac地址给他 这个限制呢 给他解了之后 我就是想有多少台电脑上 我就有多少台电脑上 最后呢 就可以解了 所以说呢 你只要背了一个方向去研究 我告诉你 只要花了时间 一定有铲除 那他们 在两台电脑组成的网络里边 它是怎么通信呢 第一包 手动设的IP 你设上你设上 请问他们 你设到IP之后 它就能直接通信了吗 不行 因为 一台电脑里边 想要区分出 他的网络号是谁 他的主机号是谁 是不是咱们说过 是不是还得有个东西来区分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 OK 同学们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新的东西 你的IP地址是192.168.1.1 你的IP地址是192.168.1.2 那就真的 你们俩就可以直接通信了吗 不见了 还有一个东西需要设定 这个东西就叫做网络研码 好了同学们 来看这 当我需要手动设的IP的时候 我就右击 我就打开网络链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找到它右击 有个地方呢 叫做属性 找到属性之后呢 你就往下翻 翻翻 只要翻了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IP 然后呢 点一下它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叫做自动 获取IP地址 是不是有个东西 叫做使用下面的IP地址 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给我的Windows设置 属住IP地址 那就是这种方式 点一下它 在这个位置写上IP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我刚刚 我看一下我刚刚的IP是几了 我的IP是 33.99 那我就再设一遍 192.168.33.99 那这么设定就行了吗 你点一下确定 你看看 请输入丢失的自网研码的地址 请贴自网研码 那说的直白一点吧 就是你这边没填 刚刚 是吧 我在只有这一类的时候 它不让我成功 那为什么呢 你不能说两台点的小通信 有IP不就行吗 IG不是在逻辑上 标记一台点的吗 那为什么还有下面这个东西呢 因为 我原来说过一点 咱们的IP地址 IPV4的话 分成的什么 ABCD 很多种吧 A类的网络号 最少 那么将来的这个主机号 最多 那B类的主机号 有两个字节 那么那个 网络号有两个字节 那么C的地址 像192.168 前三坨的这些数据 表示网络号 后边这个 是不是表示主机号了吧 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是在于 你随便写了一个IP地址 你怎么知道 你是这个 当网络号 你还是这个当网络号 那么那么 那么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再取消 我再来遍 我再来遍 我点一下 或设定自动IP 我IP可以什么 192.168.33.99 我接下来 敲个Table键 你看看 一敲Table键 你没发现 接下来在 死网线吧 这个值 三个255 是不是一个默议零 那么在三个255 为什么要写三个255呢 怎么才能确定 网络号和主机号 多亏了 这三个255和一个零 怎么得到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 有一个东西 叫做暗卫与操作 这个地方 我简单给大家说 你了解一下 暗卫与操作 什么意思呢 192 它是一个数字 它可以拆成什么东西呢 拆成二进制 好了 那么我看一下 这个计算机能不能行 这个不行 我来找麦克林 点一下 所有有个福建 里面应该有个东西 叫做计算机 计算机 点一下查看 里面有个叫做科学型 这个知道了 不知道 你今天就知道了 点一下科学型 好了 我说一个东西叫做192 这是十进制 你看这个地方 默认 这个地方是不是十进制选 其他都没选 那么我再点一下二进制 我再点一下十进制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刚刚输入了十进制的192 你点一下二进制之后 是不是立马变成了 这一坨的二进制的010000 东西 那么原来这一是192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1100 后边是4个0 好了 咱们找个计算本把它记下来 来咱们找个计算本 找个计算本 找个这个 这个软件叫notepad++ 它在windows里面也可以用来写代码 而且也很不错 一般的用sublim 一般另外一种方式的就用notepad++ 一般这两种都可以 好了 notepad notepad++ 好了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上 我把它记下来 110 1100 然后0000 请问这刚刚咱们是不是看到了8个了吧 好了 那么原位这也就是说 192 把这个点点 192 这个值转换成这团 好了 咱们后面还有一个值叫做168 来我先点成十进制 选成168 我再点一下二进制 回到了叫做 1010 1000 好了 这个地方 1010 1000 好了 168 还有一个值叫什么呢 33 来回到十进制的 33 二进制 变成了 190 4个0 一个1 1 12 34 一个1 那么将来怎么发费呢 四个一组 不够的前面补零 不够的前面补零 33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个东西叫做99 回到这边来 十进制 99 二进制 点一下 变成了这个值 变成了是 11 12 3 11 然后 四个四个一组 好了 分开 看到吗 192的168 33.99 是不是现在就变成了这团二进制 这些东西了吧 那么我怎么区分 它哪些是网络号 它哪些是主机号呢 一定要有网络研码 咱们一般的称之为网络研码或者网络研码都行 255换成什么呢 追看啊 点一下十进制 255 你点下二进制 几个一你要说好啊 255几个一呢 1234 1234 8个1 他3个5呢 这个设计很好办了 来3个5 这个地方再暂停一份 255 然后贴宝贴宝贴宝剑 255 然后这个地方来 我在暂停一份 好 同学们 0的二进制是谁 0的二进制就是0 听懂了吗 你不管怎么的 只要是0的 几进制都是0 好了 那么也说 000000 000000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再把这个字写上 0 来 同学们 我刚刚说写的 这个19216833 99255 255.0 最终呢 变成了这一些二进制 那么接下来 所谓的暗卫语操作 是一个什么原则呢 暗卫语啊 暗卫 语操作 暗卫 哪个呢 三 卫 语 这个 暗卫语操作 什么意思呢 都 唯一 都唯 一 才唯一 唯一 只要 有 一个0 那么 就是0 什么意思呢 拿着这个字来 什么意思啊 拿着你这个192 对应的二进制 和255 对应的二进制 每一位和每一位相遇 就是你之前学 Python技术语法的时候 那个暗的 两边暗的 那两边都成立 是不是将来这个条件 才成立了吧 拿着你的一位值 拿着你的一位 和接下来 这里边的第一位比 拿着你的第二位 和接下来这一位 第二位比 听懂我意思了吧 好了 那么请问同吗 来 答应对比对比 这一位都是1 没错吧 第一个是1 第一个是1 请问这样子是谁呢 1 那 上面是1 下面是1是几呢 1 上面是0 第三个 上面是0 但是下面是1 那这是几呢 0 没错吧 来 那么最后咱们得到答案就是 1100000 没错吧 来 这8个1和他相遇 请问 你是1的时候 咱一定是1 你是0的时候 咱一定是0 你是1的时候 咱一定是1 没错吧 你没发现个特点 原来我拿着8个1和 那8个2 这位比点的时候 那8个是什么 咱们就是什么 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最后的结论就是 1010 1000 然后接下来在对比这个的时候 最后的答案就是 0010 0001 然后我问一个问题了 到了最后这边了 我一共一定是8个0 我不管和你什么小语结果一定是什么 1234 1234 是不是一定是8个0啊 好了 你把这个2进制再转成10进制 那最后得的答案是什么 192 这个是168 这个是33 然后最后那个是0 现在说的直白点 咱们得到192的168.33.0 没问题吧 那么其实这就确定了 网络号 一共有多少分呢 其实就是确定了这些 也就是说 现在你的192的168.33 在三组数 是网络号 最后的那组 你哪个地方是0的 最后那组就是 这个主机号 听懂了吧 那么说 这才能够确定 当你的一方是192的168.1.1的时候 我也是1.2 能不能确定咱们俩是同一个网络 是不是还要有个网络研码啊 现在知道怎么区分你们两个是一个网络了 说的直白点 如果两台电脑相组一个网 第一个 手动设置IP 第二个 不要让IP冲突 即你不能是 在你是192的168.1.1的情况下 你不能再是1.1了 1.1之外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以 听懂了吧 但是我说过了 每一组数里边的最大值 是不是255 0不能用 最大值用不了 你1也用不了 请问是他还剩下252 多少个 253个吧 是吧 253吧 一共有256个 没错吧 最小的和最大的本来就不能用吧 1又让人用了 是不是减缺三个啊 最后不是253个可以用吗 也就是说你从2开始 最大能用的254 一共能用这些东西 好 那么还有一个 我怎么来确定 我最后这个不相同 还是最后两个不相同 是不是还有个东西 是不是叫网络研码啊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网络研码请问有什么功能 网络研码和IP地址 进行按照二进制的安卫语操作 之后得到的那个值 就确定了网络号是谁 听懂了吗 因此 当咱们再给一个电脑 设置IP地址的时候通报 我告诉你 一定百分之百有网络研码 如果网络研码没有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正规的IP地址 因为我并不能确定 我的网络号是谁 我的主机号是谁 听懂了吗 这是有问题的 因此呢 当你再去看见 你的电脑里边 打个比方 你看到你的电脑了 是吧 双击打开 点支持 你没发现 此时 当你看到192的168的 什么什么什么 在看着网络研码的时候 现在这是他们两个 是不是相当于 要么一起出现 是不是要么一起不出现 这是他的作用了吧 好了 通过这两台电脑 最重要 咱们能就确定这件事情 这个小家就讲解了 网络研码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在一个小小的网络里边 有两个电脑 可以直接做网 两分钟 同学们 理会一下 开始 就好 对 因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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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